香泥徒友相逢梦 门外马蹄沉已动 远隔牛带醉实听 远目不堪空寄送 今宵风月知谁共 深夜枇叭,草上凤 人身无物彼多情 江水不生,山不重 这是宋代祠人张仙的一首送别词 《木南花》 这首送别词没用一般写警伤怀或切除哀怨的苦调 而是以暗熟别离旷位的体验 以突出自己的离愁 香泥徒友相逢梦 写离别,却用别后盼相逢 亦是徒劳魂梦 点名在相逢的意愿 及难在相逢的事实 写出不忍心如你白 宋梦浩然之广邻那样望行人远去的心情 今宵风月知谁共 与刘永今宵九醒何处 杨柳岸,小风残月 有异曲同宫之妙 人身无物彼多情 此人认为多情是最可珍贵的 无物可比 江水不生,山不重 亦反前人永仇言情 以山水类比的俗套 全词多出用否定句 这种蒙篇布局 也是其别致之处